今天来看一台华硕的飞行堡里fx50v 刚刚机主把它送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快不行了 我指的是电脑不行了 不是机主啊 机主还可以在那哭呢 说什么刚写的论文还没来得及保存 电脑就不开机了 迫切的需要我拯救它的爱机于水火之中 那我刚刚帮它试了一下 确实不开机 接上电源按开关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先把它核心部件主板给拆出来 这个主板还是挺干净的 绑载了一颗i7-6700HQ的CPU 来给它插上电源看一下什么问题 插上电源之后 直接就是一个0.22的带机电流 注意是带机电流并没有开机 这个带机电流属实是有点高了 判断应该是带机短路 先给机主下达了一个并微通知书 让机主带着硬盘先行撤退 那既然是带机短路 先来测一下带机电路的对地组织 3V对地24 5V对地正常 这时候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3.3V对地有点偏低 再来测一下南桥供电的对地组织 已经完全是零了 这时候基本上可以判断南桥已经凉了 但是为了准确一点 还可以再翻过主板来测一下它的USB数据线的对地组织 USB的两个数据线是直接进南桥的 第一个是无穷大测不到阻值 无穷大了 再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直接短路 第三个也是短路 第四个依旧短路 OK 此时此刻可以给机组下发一个换南桥手术通知书了 拆下南桥的散热片 张扬一下遗龙 OK 已经给它安排了一个来接盘的 SR2C4 对应的应该是HM170或者175的南桥吧 已经把它的南桥拆下来了 老规矩 先把焊盘给清理干净 然后把这颗接盘的南桥给装上去 换完南桥之后 再来测一下对地组织 三伏已经恢复到355伏的正常 再来测一下南桥供电 已经有100的对地组织了 再来测一下USB的对地组织 有四根线 第一根是540 也是540 四根数据线的对地组织已经全部正常 这种六代的换完南桥之后 还需要改BIOS 先把它的原来BIOS系面拆下来 读出原接的BIOS程序 修改完之后再刷回去就可以了 现在再来插电试一下 已经可以正常上电 看电流的话应该已经OK了 现在给它接上屏幕 再来试一下 我渴望漆黑的屏幕中 赏现出华硕的logo 来了来了 它来了 华硕的logo它来了 beautiful 是i7-6700HQ 没错了 OK可以通知记住我来交钱取机了 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个联想的Y410P笔记本 这个电脑和我自己用的电脑都是同一个系列的 联想Y系列的笔记本销量也是还可以的 先把这个电池塞下来 接电源看一下什么问题 打开的一瞬间 这金光畅畅的 差点没闪下我的眼 接上电源按开关的话 电脑是可以上电的 但是屏幕没有显示 看电流的话 已经是亮机的这个电流了 都跑到1.2 1.5了 屏幕依稀似乎有点反应 拿个强光手电筒照着屏幕看一下 屏幕深处的话是有图像显示的 那这个故障就是按屏了 屏幕的背光没有工作 直接拆开壁框把屏幕给拆下来 这是一个LG的屏幕 拔掉屏线就可以把屏幕给拆下来了 屏幕的背光电路就在这一块了 这根线是LED的背光排线 来看一下这个屏幕背光电路 这边有两个保险电阻 一个是19V的背光供电 下面这个是3.3V的平供电 这个保险可以直接拿万一秒测到 这个19V的保险已经坏了 没有一点阻值 这个3.3V的正常 保险烧了 肯定是有短路 测一下后面这个滤波电容 电容有200多的阻值 没有短路 但是这个200多的阻值还是有点偏低的 19V经过保险电阻之后 直接给到这个背光电路 有电杆 二极管 深压电容 还有深压控制芯片组成 这个电路可以把19V升到 340V点亮LED背光 我判断是深压电容被击穿 这个直接可以拿万云表 二极管档测得到 直接测电容两端 只有52的阻值了 把这个背光排线拔掉 再来测一下 还是51的阻值 那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两个 深压电容上面 这个屏幕比较脆弱 所以直接拿烙铁来拆 不要用风枪 拆电容还是很好拆的 现在再来测一下 第一个电容没有阻值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有阻值 OK找到你了 这个电容不是滤波电容 它是深压电容 所以一定要装 这是LG的屏幕 如果是友达的屏幕 遇到这种故障的话 还需要把深压电杆 和深压二极管全部换掉 装的话也是用烙铁来装 最好不要用风枪 因为很容易把屏幕给吹坏 当然了 这个烧掉的保险电阻也要给它换掉 这个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电容击穿了 导致大电流烧保险 全部换完之后 再来测一下 这个深压电容这边的两端的组织 已经是700多了 这个已经是一个正常的组织了 把这个贴纸再给它贴回去 把瓶线也给它接好 再来测机 按下开关的话 屏幕是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 当时呢 这台电脑也才修好了一半 当我把电池装上去之后 电脑竟然不通电了 按开关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看可调电源 电流已经是5A的大电流了 电压也被拉低到12V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什么情况呢 答案就是 之前屏幕电容计算导致主板上面大电流 连带着也把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一起给干掉了 所以这个电脑还得修主板 两个MOS广的话可以直接拿万用表来测组织 第一个的话组织正常 第二个的话已经击穿了 这个就是普通的P过道MOS广 可以直接拿4825P或者4007来带换 这个不换掉的话 电源适配器和电池是无法一起工作的 所以好多人笔记本最开始问题是不通电 然后修好之后发现电池用不了 或者说电池充不了电 往往就是维修人员忽略了这个小玩意儿 全部搞好之后再装上电池来试一下 接上电源之后已经有正常的充电电流了 按开关的话也可以正常开机 到现在这台电脑才算是完全被修好 电池的话也能正常充电 OK搞定 简单问题简单维修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来修一片技嘉的B85主板 先开机试一下什么问题 点下开关之后 整当卡不跑吗 显示00 复位灯也不亮 在PCIe插槽上面 测到复位信号为0伏 摸一下CPU的话一点温度没有 测CPU供电也是没有电压 再测一下其他的供电 内层供电这边有1.5伏正常 测一下这个桥供电 桥供电只有0.33伏 这个供电只有0.1伏 那看来这个主板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这两个供电是一个1.05伏和一个1.5伏的供电 这两个供电都由U1这个运送放大器控制输出 这两个供电的开启信号可以在U1上面的五角和十角测到 这边先测一下五角 五角是没有电压的 0伏 然后再测一下十角 十角也是没有电压 再查一下 这两个开启信号是由Q18和Q46这两个小MOS管控制的 这边测到这两个小MOS管的机极都是5伏的电压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正常应该是0伏 这两个小MOS管的机极呢 又是受控于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由两个三级管构成 这两个三级管的最终目的呢 就是将上面那个PWR1电压给拉低 刚刚测到这个电压是有5伏的没有被拉低 所以故障应该出在这两个三级管之间 这也是机极主板最容易出现的故障之一 这是两个NPN的三级管 高电压导通 那我现在就来测一下两个三级管的工作状态和电压情况 三级管的三个角是BCE MOS管是GDS 这两个都不一样 先从Q43开始测起 这边测到它的B级是1.6伏 这个电压是3.3伏 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1.6伏正常 再测一下它的C级是3伏 再测一下Q44的B级是3.3伏 它的C级是5伏 看一下测量结果 简单分析下得出 下面的这个三级管Q43工作不正常 它的B级是1.6伏的话 就应该拉低C级电压 但是它的C级电压还是3伏 没有拉低 Q43就在主板上的这个位置 先把它给换掉 先拆下来 然后再装一个同型号的上去 现在再来开机试一下 点下开关之后 整档卡已经跑了一个代码 DB 马上又光机了 这时候再来测一下 1.5伏和1.05伏已经全部正常 但是主板没有跑码 再反复重启 这块主板是个二秀机 考虑到标识芯片有焊结果的痕迹 我怀疑是之前的维修人员刷了错误的BIOS程序 那我就给它刷个BIOS试试 计较的主板一般都有两个BIOS芯片 M是主BIOS B是负BIOS 我这边帮它把两个BIOS芯片全部刷一遍 直接按照型号到计较官网下载BIOS程序 OK再来试一下 还不行的话我就不修了 一块主板这么多问题谁顶得住呀 点下开放之后 找找看跑码已经跑得很欢快了 终于是搞定了 儿子 谢谢观看